1.月经推迟或停经 对于女性,最明显最直接最简单的检测是否怀孕的方式,莫过于月经了。 当然,前提是这位亲戚每个月的报道还算首实。 众所知周,女性一旦怀孕就会有停经的现象,只是目前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太大,月经推迟几天的情况已经数常见现象了。 但是,如过在停经的同时,还伴随其他现象出现,那么有可能是怀孕了。 2.乳房变得敏感 女性的性器官除了下面,还有的就是胸部了,在想找一个舒适的姿势去睡觉,或者是在洗澡,换衣服的时候,发现乳房比寻常时候要长一点,甚至会有些酸痛,还变得有些敏感。 乳头的颜色也开始微微发黑,那么恭喜你,有可能怀孕了。 女性在怀孕后,身体便开始产奶了,体内的荷尔蒙也在增加,而胸部作为重要的器官部位,其敏感度,外观的,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 3.皮肤变差 在某段时间,发现自己脸上的毛孔无端变大,而且色素有些艾沉,甚至有些黄帆出现。 那么恭喜你,有可能是有小宝宝来报到了。 女性在怀孕后,体内的体体激素会有个变化的过程,其中表现明显的地方就是领部的皮肤了。 当然,这些在生育后会慢慢恢复的,各位准妈妈们不必担心啊。 4.腹部有阵痛,且下体少量出血。 5.身体疲惫 一颗睡,平时工作量大,或者食物繁忙时,总会感到身体疲惫,稍作休息,缓喝就好。 但如果工作生活和往常一样,但仅段时间总感觉身体罚困,而且老感觉睡不醒,想睡觉,这或许并不是身体不适的征兆,还有可能是怀孕了。 这是体内孕激素造成的,不必太担心啊。 如果你的身体同时出现了这几种征兆,并不是生病了,还有可能是被孕成功了。 你当时怀孕初期有什么征兆吗? 欢迎评论交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